以色列可能非常有動機 在這個時候把伊朗的核子設施給它毀滅掉 可能會利用這一次對伊朗的緩擊當中 順便把伊朗的核子設施給它移除 小君台灣PLUS 全球華人觀眾大家好 我是吳嘉隆 今天是我的地緣政治系列的第二集 今天的主題要來談一下哈以戰爭 就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 那麼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 這個哈以衝突 哈以戰爭會不會擴大 就是這個問題是現在媒體上 也是全球觀眾很關切的一個問題 那麼現在我們首先講一個事實 就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的這一次攻擊 超過他以前的暴力攻擊 恐怖攻擊 因為他的火箭彈的發射量 密集飽和攻擊超過5000枚 他宣稱的 然後他立刻綁架了200多個人職 因為哈馬斯知道人職交易對他有很大的好處 然後你會發現他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在做恐怖攻擊 他比如說羞辱女性 羞辱屍體 或者甚至於對嬰兒有很糟糕的這種行為 比如說把嬰兒斬首什麼的 他把它暴露出來 就是唯恐沒有刺激到以色列 好 現在我們注意看 如果單純是要對付哈馬斯 消滅哈馬斯 以色列原來的編制跟武力就夠了 現在你看到沒 以色列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等於是對哈馬斯宣戰 以色列進行全國動員 後備部隊估計有36萬的大軍 然後以色列還成立戰時內閣或戰時的政府 戰爭時期的運作出來了 有必要搞這麼大嗎 就是說如果只是為了對付哈馬斯 甚至於為了要消滅哈馬斯 以色列原來的編制跟武力就夠了 因為你要相信以色列原來是做得到 那麼今天與以色列升級他的反應 應該可以合理的來推測就是 以色列的目標絕對不是只是要消滅哈馬斯而已 那麼他要做什麼 你仔細一想 他必須從根做起 把恐怖攻擊連根拔起 也就是說他要逼出哈馬斯後面的幕後黑手 那麼這個幕後黑手肯定 最直接的就是伊朗 那伊朗後面的幕後黑手 那就是中國 所以這看起來就是一場典型的代理人戰爭 中國在上面 接下來還有伊朗 那伊朗在下面呢 有幾個中東地區的武裝組織或恐怖組織 第一個像黎巴嫩的真主黨 再來敘利亞境內的武裝組織 再來極端派的巴勒斯坦人這裡 那這些都是背後的支持者都是伊朗 那伊朗的武器來源 伊朗背後的支持者則是中國 中共這樣子 那麼這樣子的推銷下來 以色列這一次不但不能再容忍暴力攻擊恐怖攻擊 而且就是不只是要消滅哈馬斯 而且應該是要把哈馬斯幕後的黑手 伊朗至少要把伊朗逼出來 要把伊朗去軍事化 如果不是為了對付伊朗 以色列不需要升高這個報復的姿態到這麼重大的地步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合理去推測的 以色列的野心絕對不會只是停留在消滅哈馬斯 以色列說所有哈馬斯成員都會變成死人 他要把哈馬斯徹底消滅 把恐怖組織連根拔起 那這裡我們可以先推敲一下 就是先理解一下 以色列希望在中東能夠永久和平的話 這個架構以色列要跟溫和派的阿拉伯人 來建立外交關係 大家注意阿拉伯人可以區分成兩種人 一種叫做溫和派 另外一種叫激進派 那激進派到最後為什麼會變成極端化 他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激進派我們打個比方 假設你看到有人會做生意 生意做得很好有賺錢 我們通常會去研究他 為什麼可以把生意做好 我們去研究他做生意的道理 成功的道理 但是像這個恐怖組織 像這個土匪強盜的這種組織的話 他想的是什麼 他想的是他要來掠奪你 他要來收割 那如果你抵抗呢 他會說你不怕我為什麼 肯定是我還不夠凶狠 所以這些用暴力拿槍桿子 威脅別人 要來收割別人的努力成果的這種組織 這種思維的話 到最後一定是認為說別人不怕的原因 是因為他還不夠凶狠 不夠暴力 不夠滅絕人性 所以你會發現暴力組織最後會極端化 變成恐怖攻擊恐怖活動會升級升級 升級到最後滅絕人性的做法都會出來 原因在這裡 所以激進路線最後會走向極端化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東這些恐怖組織 對以色列的攻擊已經出現極端化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對以色列來講 對付恐怖組織的恐怖行動 已經到了要下定決心的時候了 不能跟恐怖組織來談成任何交易 為什麼 因為你跟恐怖組織打交道 不管是接觸、談判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發錯信號 你在告訴這些強盜土匪思維的 這些暴力組織、恐怖組織 你在跟他講 他做的那些壞事情 管用 因為別人會想要息事寧人 別人會只好來跟你談 所以這樣子的話 等於在鼓勵恐怖組織、暴力組織 繼續搞原來那一套 而且他如果不順利的話 他會以為是自己不夠凶猴 所以對於恐怖組織來講 已經到了大家必須認真思考 怎麼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並不是滿足他們的要求 以為這樣子可以息事寧人 可以換取和平 沒有這樣的輕鬆的事情 沒有這個道理 因為對這些土匪強盜的思維來講 對這些暴力的恐怖組織的思維來講 他一定是不斷地從操就業 不斷地去做他們所熟悉的事情 就是對別人武力威脅 對別人恐怖攻擊 讓別人害怕 最後別人乖乖地來交保護費 讓他們能夠收割別人的財富等等 那麼所以跟恐怖組織打交道 已經不是辦法 從以色列這個反應可以看出來 以色列也不是想要整天打仗 然後希望跟阿拉伯人 尤其是激進派的能夠好好相處 但是現在已經看出來沒有用 所以以色列第一個戰略目標 是消滅哈馬斯 消滅極端恐怖組織 第二階段目標逼出哈馬斯後面的黑手 就是伊朗 對伊朗去軍事化 讓伊朗沒有能力再去支援其他恐怖組織 在中東點火 在中東製造事端 那第三個階段才是說 伊朗後面的黑手 幕後老大哥把中國逼出來 這個後面就需要美國介入了 那對以色列來講 或者以色列跟美國這邊來講 三個層次的戰略目標 消滅哈馬斯 然後對伊朗去軍事化 最後對中共那邊 支持這些暴力組織 介入這些中東地區 來加以制約 總共有三個層次 三個戰略目標 那所以如果沒有達成這個目標的話 單單是消滅哈馬斯 而沒有把哈馬斯背後的黑手 把它切斷的話 那是沒有用的 因為將來死灰忽然 我們過去幾十 這個以色列在中東地區過去幾十年 就是看到就是這種現象 死灰忽然 恐怖組織 殺了一個還有另外一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估計以色列一定要讓恐怖組織 暴力組織發現 重操就業 不核算 就是繼續玩過去那一套沒有用 以色列一定要強硬到這種地步 就是你強硬我比你更強硬 我讓你這些暴力組織恐怖組織 覺得繼續玩過去那一套 不核算 包括有生命危險 包括自己的人身安全 所以以色列肯定要強硬到底 在利用這一次嚴重受到攻擊 受到傷害的情況下 徹底找到正當性把哈馬斯給滅掉 然後這樣子的話 巴勒斯坦人他們的溫和派政府 就在約旦河西岸那邊 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他宣稱他們才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 哈馬斯不是 所以把哈馬斯的那個 要跟巴勒斯坦人切割 哈馬斯不等於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不等於哈馬斯 巴勒斯坦人也希望能夠和平跟發展 並不希望整天搞那個事端的 整天製造暴力事件這樣子 所以以色列第一個目標 這一次一定會想要徹底消滅哈馬斯 然後把人質全部救回來 這是至少短期目標是這樣 然後中期目標利用這個事情 可能會看看伊朗是不是忍不住跳下來 現在伊朗的職業軍人正規軍 可能用志願軍的方式 進入敘利亞跟黎巴勒斯坦人的這些武裝組織裡面 等於是變相參戰 那將來以色列看看要怎麼應對 如果必要時以色列利用這個機會 對伊朗的核武器 核子設施進行攻擊 因為據說伊朗在核武器方面 有關的核子武器的材料 大概已經到了60%的把握 所以再下去的話可能就要變成核子彈頭了 那以色列可能非常有動機 在這個時候把伊朗的核子設施給它毀滅掉 可能會利用這一次對伊朗的那個緩擊當中 順便把伊朗的核子設施給它移除 把它清除 那這樣做的話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美國會支持以色列至少前面兩個目標 消滅哈馬斯以及對伊朗去軍事化 這兩個目標肯定會達成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如果理解這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推測這一次的中東戰爭 就是哈馬斯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衝突 可能會擴大 可能不會那麼快結束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會開始注意到所謂人道危機 人道災難 可能會有更多的關切進來 然後在這個部分會構成 以色列的軍事報復上面的一個壓力 但是這也不是不能應付 估計以色列會考慮到人道災難的問題 可能會對加薩走廊局部解封 部分解封 比如說人道救援物資可以進來 或者水電可以局部恢復供應等等 但是不妨害以色列把加薩走廊加以封鎖 然後準備將來逼哈馬斯把手上的人質交換出來 如果你把人質全部釋放 我這邊加薩走廊可能就可以正式解封 類似這樣的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估計整個綜合來看 以色列這一次的那個緩擊跟報復 會拖上一陣子 會達到他要的戰略目標才會停下來 不會那麼快就停下來 從以色列的應對方式來看 我估計目前進行中的這個哈馬斯跟以色列的這個衝突或戰爭 應該會擴大然後應該會拖上一陣子 因為雙方的目標是清楚的 那麼以色列跟中共這邊他們的目標毫無疑問 是要在中東製造新的事端之後 把美國困住 把美國消耗 中共希望透過烏克蘭跟以色列 然後讓這個美國消耗很多財政預算 然後兵可能忙不過來 可能分身乏術等等 那麼所以中共是有這個意願 來把目前的這個中東的衝突把它拖下去 因為它是真正的目的透過伊朗 透過敘利亞 再透過這些非主權國家的這種恐怖組織 暴力組織 給以色列出題目 給美國出題目 是要吸引美國把很多資源耗在這裡 然後在西太平洋這裡 在第一島鏈這裡 中共所承受的美國的壓力 看看是不是可以減輕 所以對中共來講 它也會想要把很多武器彈藥 源源不絕的供應中東地區 再把中東地區的這個衝突 把它拖下去長期化 因為它真正的目標是要困住美國 削弱美國 甚至於拖垮美國 所以我估計在雙方都有意願 做長期消耗戰的情況下 那麼這一次的中東衝突 可能不會那麼快結束 應該會擴大化 而且會有可能拖上一陣子 這個是目前看起來 對整個局勢的一個觀察跟分析 好 謝謝大家 除非強盜的這種 理智的話 他想的是什麼 他想的是什麼 他要來練 他要來生 也來給你成功的這種組織 這種思維的話 到台後一定是想 一定是認對說 別人的 別人的動作 過分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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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面積的人性的動作 所以會突然出來 是造型嗎 第三個階段 後來讓大哥 把座部變出來 這個後面就是 我突然想到了這個 體制的話 他想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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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別人的 別人的成功 別人的成功 這就是 十二個關注 把他對阿 別人的 對阿 別人的 一念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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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別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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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